可能,魏哥失忆了吧,聂怀桑说完都觉得自己脑子被驴踢了,也不知道人当时为什么会退学,好在是上大学了,应当不是什么大事吧,我可能会经常过来麻烦你,啊,哦,我懂我懂,行,我会配合你的。 他摸了摸鼻子,老早之前就知道蓝忘机喜欢魏无羡了,要是两人能和好,也算是破镜重圆吧。 当年两个人是同桌,虽然蓝忘机不言狗笑,但魏无羡很喜欢去逗他,后面的关系也挺好。 突然有一天,两人开始冷战,本以为三天就能好,结果第三天,魏无羡大课间连操都不做,直接跑到学校围栏处,被蓝忘机拦了一下没拦住,直接翻了出去,之后就没有音讯了。 这还是他听蓝忘机说的。 谢谢。 不用谢,那位哥回来,我发消息给你。 好,谢谢。 蓝忘机朝他点点头回自己宿舍去了。 他松了一口气,要让蓝忘机在这里看他收拾它,实在扛不住。 收拾好了之后快天黑了,肚子叫了起来,才想起居然没有点外卖,点了餐,他就坐在椅子上放空发呆。 其实知道魏无羡和他同一个宿舍,他是很高兴的,虽然以他的性格,不难和人成为好友。 大哥很忙,送他来学校报到,匆匆就走了。 要是能有个早就熟似的,能跟他相处再好不过。 魏无羡推门进来的时候,还没开口打招呼,看到转过来的人一愣,怀桑。 魏哥,真是你。 聂怀桑笑了起来,顺道发了条消息给蓝忘机。 好巧。 他也笑了笑,他们都不太在意宿舍前贴着的名单,毕竟茫茫人海。 要是相熟,早就应该知道是一个学校。 生疏还是有的,毕竟突然没了音讯,聂怀桑是个聪明人,也不敢问。 魏无羡看到熟人,突然也说不出什么来,聂怀桑没让气氛冷下去。 和他聊了一些周边好玩的地方,和问他为什么选摄影。 爱好,想留下一些喜欢的东西。 你呢?其实是他有一次在家里收拾找到了相册,却发现全家福只有几张,突然很遗憾,好在其他照片还是有的。 但他做梦却很少梦到父母的面容,频繁梦到的是那两只沾满血痂和划痕的手。 他在梦里不停地擦拭那些脏污,却怎么擦都擦不干净,是他的噩梦。 我和你不太一样,我是想入行当导演,学习一些拍摄手法。 很不错,以后能一起上课。 对啊,对啊。 突然门被敲响了,两个人都看了过去,聂怀桑可立生谁啊,进来吧,没锁。 蓝忘机推门进来,聂怀桑立马表演蓝歌,来了呀。 嗯。 魏无羡眉眉毛挑了一下,转回身去。 蓝歌来了一天了吧,食堂有没有什么好吃的? 我才收拾完,想着饭堂肯定是没什么好菜了,点了外卖结果还没来,可饿死我了。 食堂还可以。 蓝忘机努力让自己的回复显得不那么平淡,营造出两人有点熟的气氛。 椅子我刚刚都擦了,快坐。 好。 他是和聂怀桑对话,眼睛却时不时看向魏无羡。 聂怀桑笑了一下,转头看向魏无羡到魏哥,你之前一直是最多吃的,有没有什么好吃的,先让我垫垫。 魏无羡摇了摇头,看向刚提回来的芋泥奶茶,往聂怀桑那推了过去请你们喝。 我先去洗澡了。 魏哥,这不是你要喝的吗?都给我们了这。 刚刚为了赠品买的,两杯起送,说着纸了纸桌上的盲盒。 原来是这样,那就好。 魏无羡还真的去洗澡了,像是要把空间留给他们。 聂怀桑拿出一杯奶茶递给蓝忘机,他看看手中的芋泥奶茶,又看看拿着衣服进浴室的魏无羡。 不喜欢喝这个?没有。我建议你是在这喝,慢慢喝,还能喝到它出来。 好。 聂怀桑还贴心地把自己的平板递给他,让他选电影看,蓝忘机选了一个纪录片。 他没什么兴趣,喝着奶茶一边不断地刷新,看外卖距离多少公里。 蓝忘机喝得很慢,平时也没喝这个,上面的没了下面还有厚厚的芋泥霉洞。 聂怀桑的外卖到了,他跟蓝忘机说了一声,就赶紧跑了下去,好像外卖会跑似的。 魏无羡听见外头,没声音,还以为蓝忘机走了,没想到一个人在吃饭,一个人在看视频。 蓝忘机看视频的声音很小自然听到他出来的动静,按捺着不回头去看,拿着奶茶又喝了一口。 好像什么小动物在试吃似的,魏无羡看了一眼,觉得有点可爱,马上就转了眼。 以他学艺术的眼光来说,蓝忘机无疑是很好看的,哪一点都符合他的审美。 如果他是在大学遇到蓝忘机,可能还会上去问人能不能当他的模特。 只是他现在却不是很想和人交朋友。 头发滴着水,他才想起来有一条毛巾被他拿去当抹布,忘了买新的。 另一条刚刚已经被他洗了,湿得很。 择了一声,抽了两张洗脸巾擦了擦。 没买毛巾嘛,魏哥。 灭怀桑很关心他的动作。 买了两条,一条用来擦桌子了,另一条洗澡。 啊,我就买了一条,刚刚擦桌子也是用的你在阳台的,我有。 蓝忘机突然出声,吸引了两人的目光。 魏无羡看着他,没说话。 灭怀桑道,全新的。 全新的,现在也来不及擦头发了。 没洗是脏的。 洗干净了,已经干了,我他手只动了一下站起来我去拿给你。 不,话还没出口,就被打断喂哥。 你就收着呗,一条毛巾才多少钱,你这还请了我们两杯奶茶呢? 那是我为了盲盒买的,我还多了个盲盒。 言下之意,就是没必要。 灭怀桑有些恍惚,魏无羡对熟悉的人从来不会算得这么轻,他直觉是因为蓝忘机。 有点难办啊。 没事,你先用着,要是过意不去,明天买回来或者再请蓝哥喝就行了。 说着转向蓝忘机是吧,蓝哥。 嗯,话都说成这样了,再拒绝就太尴尬了,魏无羡点了点头。 蓝忘机立马去把毛巾拿了过来,魏无羡也不矫情,摸出是洗过的,直接擦拭了起来。 蓝忘机看着他用着自己的毛巾,心里涌上一股满足,虽然是全新的。 他没有买新的毛巾还给蓝忘机,毛巾算是很亲密了,他也不想在对方那留自己的东西,就还是买了两杯奶茶拿去他宿舍给他。 去的时候,蓝忘机刚好不在座位上,他朝人室友点了点头,把奶茶放在位置上。 对方的区域很好认,干净整洁,桌面上还有一个竹节台灯,虽然保存得很好,但看着应该是用了满久的上头的漆都没有那么鲜艳了,甚至还有点眼熟。 他没有多想,抽了一张便利贴,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,谢谢你的毛巾。 昨天晚上,蓝忘机把那杯芋泥奶茶喝了个干净,他想着人应当是喜欢的,所以买了一杯芋泥奶茶,一杯果茶。